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有很多人还是对西安不以为然 都说有那么多的国家领导人抽了那么多年的烟最后也没事 他是顽固绝症 号称癌中之王 尤其在大城市里边 一线癌的发病率明显的上升 据此前发布的2012中国肿瘤登记年报显示 恶性肿瘤已上升至大城市居民死因第一位 某些癌症有固定的耗发人群 也就是说这些人长期保持不良的生活方式或饮食习惯 容易患上癌症 他们被称为高危人群 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门诊大厅 挂好脚肺处和门诊化疗处都排着长队 岛医介绍说 由于是星期五 门诊安排的医生少 因此前来就诊的患者也平时要少很多 如果周一来这里连站脚的地方都没有 如果我把这些其他的这段 平行的处网也做不用 你其他的检查在当地做 别在这儿做 等到你化疗眼的周期以后回来 我们认为你原来的检查 哪些不太合适 或者有问题能够在重复 现在是病造 在这个废里头 你像现在拿都拿不掉 为什么呢 他跟大学伙关系太密切 一拿就是拿全肺 70多岁点把全肺摔了 他闯上筷子 什么叫七毛组类的样子 杨岳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胸部肿瘤外科主任医师 从事胸部外科30年 专长是肺癌治疗 我们在门诊见到杨岳医生的时候 已经是下午1点多 一个从新疆来的患者家属 恳求杨岳加号 甚至有网友在杨岳的微博上留言 说父亲的奔奔癌复发了 杨医生回复道 明天来吧 我给你加号 本应该在12点结束的门诊 由于前来加号的患者很多 被拖延了一个多小时 还没有结束 拿到了我说的这结果 再找我来求 好吗 他就是先做派的CT 然后根据派的CT 说又会上去这个总部的 CT引导向判刺活动 等这两个结果你都出来 拿过来 然后再给你分析 谈到肺癌 杨岳医生滔滔不绝 他说肺癌是目前 癌症死亡中的第一杀手 由症状的患者 已经发现 75%到85%属于中晚期 存活率很低 但肺癌却是各种癌症中 病因最为明确 因而是最可以预防的癌症 如果说肺癌 在中国现在的发病率 可以说还是相当高的 在您的感受当中 认为我们国人 对于肺癌的重视程度 或者是他们对于肺癌的 科学性的了解足够吗 应该讲 国人的重视程度 远远低于这个发达国家 或者是欧美国家 那什么样的人群 可以被认定为高危人群 这个早诊 是如何的诊断呢 第一个 年龄在45岁以上 第二个 吸烟 吸烟呢 是吸到什么程度 就属于高危人群呢 四百支 就是四百支烟 但是和黏 超过这个 就属于高危人群 第三个 确实有一些 特殊的化学 化学的 因元素的接触 或者是密切接触的 职业性的 这样的病人 比如 接触长期 接触失眠 接触本 就芳香厅内的 这样的化学制品的 属于高危人群 杨月说 每年四百支烟 平均每天 一点一支烟 对于烟民来说 等于没有吸烟 让真正吸烟的人 控制在这个数量范围内 可能性很小 反而不如 敦促他们戒烟 在肿瘤医院 杨月医生 门诊时间长 是出了名的 经常拖到下午两三点钟 才能把所有病人看完 午饭自然没有规律 什么时候门诊结束 什么时候吃饭 这在消化肿瘤内科主任 沈灵看来 是非常不健康的 饮食不规律 容易患胃炎肠炎 而慢性胃肠炎 又有转化为胃肠癌的可能 但沈灵医生说 肿瘤医院的医生 没有能按时吃饭的 沈医生一个上午 看了四十五个病人 如果跟每个病人 说话五分钟 就需要连续说话 三到四个小时不停歇 但是当于我们谈到 消化系统肿瘤的预防时 沈医生又很快来了兴致 比如说有些人试烟试酒 那酒精上 对于消化道的损伤 它是非常明显 因为酒精 它特别是高浓度的酒精 它对整个的黏膜 是有直接的损伤作用 像这种 特别是我们这个内蒙地区 北方地区 它这个食管癌的 发生率是非常高的 你去问它的病史里面 它都说 我喜欢喝大酒 什么叫喜欢喝大酒呢 就几乎本上每天可以在 这些人的饮酒量 可以在这个半斤左右 它每天都喝 这样人患肿瘤的 这个患食管癌的几率 都明显的比那个 其他人群要高 这是2013年5月6日 23点51分 杨宇发表的微博 当时 他刚刚结束当天 最后一台手术 手术做了几个小时 但杨岳没有丝毫倦意 患者是一位32岁的女性 在我跟他聊天的过程当中 我说你是做什么工作 他说我就是一般的 我就是在 等于在家里头 有我自己的一个 开着一个小的 这么一个小的门脸 就很随意 完了以后 北京市民 生活得很舒服 我说那你生活习惯有什么 他说我就是一个 跟着他起哄 打打牌 抽烟 我也抽 那你怎么抽 他说我很早就抽了 我抽了12年了 20岁就抽 我说你一天抽多少 20支 这位女士 每天吸烟20支 每年吸烟就是7300支 远远超出肺癌高危人群 每年吸烟400支的数量 杨岳医生在微博上写道 看到黑黑的肺 看到巨大的肺咖 难道还不能警醒我们人类 戒掉吸烟的习惯吗 按理说一个30多岁的女性 如果正常是没有抽烟的话 或者没有说特别的接触煤矿啊 或者粉笔墨啊等等啊 他的肺应该是个粉红粉红的 红扑扑的 有一些咱们北京市的空气污染 那也是交叉成黑的网络 但主体是红扑扑的 这样一个肺组织才对 可他的肺已经是黑的占主要的成分了 微博是杨岳的科普平台 尽管工作很累 他总是不忘科普 2012年2月3日23点41分 从手术台上走下来之后 杨岳发了一条微博 医患肺癌人群的3万20 却要您知道 吸烟在20年以上 从20岁以下就开始吸烟 每天吸烟在20支以上 急易患肺癌了 请警惕啊 但有很多人还是对吸烟不以为然 都说有那么多的国家领导人 抽了那么多年的烟 最后也没事 对 确实是这样 就是烟它只是一个外因 那么真正得癌可能是 关键的问题是在于 它的遗传和它的内在的基因的变化 浩淳毅 总感不错 就算是500多 也不错 我尽量就对它稍微积极点 把它上下下 好吧 现在总得不错 别人家的想象的好多了 这一关也闯过来 闯过来了 闯过来了 浩淳毅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肝胆医二科主任 由于肝胆医等消化系统的特殊性 有时候 郝医生一谈手术 就要做十几个小时 郝淳毅经常与杨岳交流 他认为吸烟不只会引发肺癌 还会诱发胰腺癌 胰腺癌号称癌中之王 因为胰腺癌趋势的名人很多 帕瓦伯定 乔布斯 沈殿霞 关于胰腺癌的致病因素 目前还不明确 但随着研究的进行 唯一得到共识的是吸烟 烟民患胰腺癌的风险 是不吸烟者的三倍以上 对于胰腺癌来讲 应该说呢 我们现在的这个 这种原因并不是特别明确 一般的认为 属于比如说 和我们的刚才三高饮食 高蛋白 高脂肪 高热量 有关系 比如我们的这个吸烟 有关系 比如和我们的研究 和喝酒 酗酒有关系 比如说还和长期慢性的 一线炎有关系 还有人说是喝咖啡有关系 还有人说喝茶有关系 还有人说喝肥胖有关系 但是这些因素呢 都不明确 所以现在认为它是一种生活方式疾病 通过改善我们的一些 生活方式 是可以降低 异性癌的发生 没事 你这肺都没事 这都是陈旧性 没什么事 他这写的 清真是血量 没错 其实人家写的挺好 没错 这写的没错 你说写纤维化好 还写肿瘤好 你想要奶 我给你写奶 懂吗 听肿瘤医院的医生介绍 杨月是为数不多 喜欢在门诊 跟患者聊天的医生 因为门诊量太大 医生们都尽量用最简短的语言 表述病情 不啰嗦 不重复 但是杨月医生是个例外 他会非常细致地跟病人解释情况 从没有对病人失去过耐心 杨月记得 有一位患者的情况很特殊 值得大家借鉴 那是一个左侧肺液切除的病人 说后他向杨月询问 锻炼肺功能的办法 他说杨主任 你给我做完手术以后 我的肺 因为他年轻啊 他说公职人员 他怕疼伤口 所以他不敢呼吸 我说你这个 你要想让你别残肺 将来啊 能够爬山 别后吃带船 你必须锻炼肺功能 后来他说 那你让我怎么锻炼 我爬楼 我说爬楼不好 因为楼道里老有人抽烟 空气不好 我说你干脆去游泳 把这肺啊 那么肺活量大吗 给他锻炼起来 他就听我这句话 然后呢 他每天395天 到室内用水游泳 然后呢 游了12年 他说 不幸的是 在他说后第12年的时候 一次夫妻两人吵嘴 丈夫当场 记得晕过去了 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 最后急针一看呢 脑子里头全是转移灶 都12年了 但是呢 这个时候 说你原来得过什么病 说12年前得过肺癌 说那都12年也不应该 说再照一个胸部的CT 一照胸部的CT 肺里全复发了 后来呢 他太太跟我说 我说他到底有什么生活习惯 两年没找我复查 我说他没什么 他说我们就认为 你那个时候说五年生存率 我们都五年 十年了 你回国的时候 我们也找你看了 说这没事了 而且呢 他们家特逗的是 他太太老给我介绍 有关肿瘤的病人 让我会珍看 但他就不来 我还说我是怎么来复查 但是呢 这一次吵嘴 两年以后了 他吵嘴 肺里头全起来了 杨岳医生仔细询问 他这两年的生活 他说自己天天游泳 远离吸烟人群 那么导致他在两年时间里 癌症复发的诱因 又是什么呢 后来我再考虑另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这个游泳 游泳池 室内游泳池 老用的人 有没有这么一个体会啊 就是他新换水以后 你一进那个室内那个游泳管 就觉得那个氯气味 特呛 甚至眼睛都流眼泪 或者你下水以后 你就觉得哎呀 怎么这么呛 是吧 其实殊不知 那里头还有可能其他的 这个消毒剂的化学品 而我们在游泳的时候 你离着水面这么近 甚至在水下的深呼吸 你是把水里头的这些化学品 第一时间 而且是深深的吸到你的肺里去 可能一百个游泳的 都是体力见价 但其中有一个 就你的致癌机是被调动起来 激活起来了 别人都不得 九十九个不得 你得了 杨玉所在科室的门诊量和手术量都很大 2012年 元宵节当天 杨玉还安排了几台手术 带着助手们从早上七点 忙碌到晚上十一点半 下了手术台 他在微博上写道 问同事是不是要少安排两台手术 让大家回家过节 大家只是说听主任的 而在主任杨玉看来 看到病人和家属 祈求无助的目光 自己没有一丝过节的感觉 目前医学界对一线癌的高位人群还没有达成共识 但是对于其他消化系统肿瘤 医学界已经有权威证据表明 并从口入 与人们的饮食习惯密不可分 比如说这个东西是特别烫的 就高热的那种 我们有些地方的人特别喜欢吃这个叫热面 汤面 甚至是嘴里面呼噜呼噜就这样吃下去的 吃面条嘛 叫喝面条 像这样它就热 你每天都要把你那个黏膜都会烫上 有的时候我们大家会说 我口腔这个黏膜都烫破了 实际上你口腔里面是能够感觉到的 可你的食管和胃你是感觉不到的 它一样是可以烫破了 那你烫破 反复你每天要吃好几顿饭 你每天要把它烫破再修复 烫破修复 它将来就会形成变异 进食过烫与食管癌的关系最大 爱吃火锅麻辣烫热粥功夫茶的人群 它们的口腔食管黏膜会被反复损伤 时间久了会导致肩表溃疡 引起食管炎等 若炎症久之不遇 会进一步诱发黏膜改变 最终发生癌变 在二三十年前的时候 我们的生活很穷 生活水平比较差 那时候呢我们也没有冰箱 那个经常吃一些那个保存不是特别新鲜的食物 那时候呢我们吃的是什么 醋炸蛋饭 经常有一定一个蔬菜啊 一些粗粮啊 鱼啊肉啊很少吃 这时候呢 我们的什么病得得多 我们的食管胃癌得得多 我们什么病得得少 肠癌得得少 胰腺癌得得少 得得少 但是呢我们这些 这现在我们这 生活水平好了 饮食结构也变了 那时候我们这什么 胃癌的发生 降下来了 但是呢 截至肠癌的发生了 截肠癌至肠癌的发病率 上来了 一线癌的发病率 尤其在大城市里边 一线癌的发病率明显的上升了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癌症患者都能很容易找到病因 杨玉还记得曾经有一对夫妇都是北京某重年大学的退休教授 没有不良生活习惯 妻子却被查出患上了肺癌 生活习惯 生活习惯 写这个毛笔字啊 然后呢 养花啊 生活的这个习惯和生活的规律都很健康 当我做完这个手术 我有一个最大的吃惊的切下来这个肺 是黑的 所以我就有点不太这什么 我就问我的这个助手们 我说这个老人 我在门针看的时候 我认为我问到他没有吸烟啊 说是啊不吸烟 我说他是教授 是教授 那是大学教授 说他是化学家 地理学家 服饰啊 说那是为什么他这个肺一个女性 就肺这么黑呢 老人被切下的肺液粉尘很严重 还有一个两公分左右的肿瘤 杨玉百思不得其解 便拿着切下来的肺液标本 找到了老人的三个孩子 了解情况 我说你母亲不抽烟吧 说从来不抽 他老伴 我们俩生活习惯的好的 原来大学是健将级的 我说那接触什么化学的 或者是在下学调研呀什么的 说没有啊 他讲的课也不是这个课呀 什么什么都没有 就是找不到 说做饭 说两个老知识分子 也没有说烹炒的挺浓烟滚滚的 喝吃的挺五花八门 没有啊 生活很简朴啊 很注意这个 在这个烹调过程当中的 这个烟的污染 我觉得就奇怪了 所以呢 但是最后他在北京这个孩子说了一句 说杨主任 我母亲有一个习惯 她信教 我说这是什么意思呢 说我母亲 香啊 对 她每天有个习惯 早晚要给这个 服刊呀 要烧上香 孩子说 母亲烧香的时候 很少开窗通风 杨约认为 这可能是诱发老人 肺癌的因素 但是家属质疑 为何中日与相处相伴的僧人道人 并为大规模罹患肺癌 而他们的母亲 却遭此不幸呢 可能不外乎说 他们的空气的流通 是会好一点 还有一个 一个人他有他自己的内在的 致癌的基因 也有他的抑致癌的基因 但这个两个的平衡 在失衡的时候 那么你的外因 对他的刺激 就可能是把 致癌的基因 整个激活调动起来了 而同时又抑制了你的 抑制癌的基因 所以他可能 对这一个人体就发病了 因为工作关系 杨约不吸烟 酒也喝得很少 他喜欢运动 但却没有时间 每天早上七点准时查房 一周安排十几台手术 两天普通门诊 两天特需门诊 要与几百个患者打交道 看上千张CT片 杨约却非常享受这种生活 他认为 医生能够帮助别人解除痛苦 还有什么 比这更有意义的工作吗 近些年 随着雾霾天气增多 引发杨约对PM2.5的关注 那么PM2.5与肺癌之间 是否有病人联系呢 如果说室内的生活环境 还是我们可能某种程度上 能控制的 室外的环境 就完全没有办法控制了 像现在在中国 很多很多的地方 大家都关心空气质量的问题 PM2.5的数值很高 PM10的数值很高 这个对于肺 对于肺癌会有什么影响 如果它的污染还在持续的话 在若干年 甚至十年二十年以后 就能够显现出 我们在呼吸系统上 发病的情况 和肺癌的比例的上升的情况了 为什么 是因为我们现在空气 这个颗粒越小 它深入到你的人体的呼吸器官的 最深的那个单位里去了 比如肺泡里头 而永远在那不出来 但是如果在那里头 它的这个颗粒里头的成分 不是天然成分 它带着一些致癌成分 根据城市流行病调查 在三四十年前 恶性肿瘤发病率最高的是胃癌 而如今 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都是肺癌 杨岩认为 城市的空气确实发生了潜移梦化的改变 早发现 早诊断 早治疗 这是肿瘤医生们的老生常谈 杨岩医生认为 早发现不仅仅是老百姓自己的事 也是国家医疗卫生机构应当承担的责任 他从卫生经济学角度 给政府算了一笔账 从国家和政府的层面来讲 对于肺癌的这种防治 早诊早治 有什么可做的呢 昨天我还在给政府呼吁的是 你如果发现早了 你发现早了这个病人 你只投资四五万块钱 做完一个手术 他就治愈了 他可能十年二十年都没事 比如我做的手术 活二十三年二十四年的肺癌 大有人在 但是如果你一经发现 比如现在肺癌 一经发现 属于中晚期占百分之八十 那就是中晚期你又得治 但是这时候你治又治不好 可是从他你发现到治疗 这个病人到病故 你得花多少钱 少则几十万 多则上百万 而这上百万里头 国家底出将近 四分之二 所以你看 从这个国情来讲 和国民经济来讲 你哪个开销大 在杨岳看来 癌症筛查是对政府和老百姓 都有好处的事 现阶段 政府的癌症筛查 还没有大规模开展 只能依靠老百姓 自己提高妨碍意识 那么做一个CT 也就几百块钱 所以呢 这几百块钱 就能奠定你这一个人 少说 是六个月半年 你的肺是健康的 多说健康人的体检 每年一个平少的CT 也就是三百块钱 最多说了五百块钱 但是他保你这个肺 发现早期的病变 或者不得病 一年的时间 这多好 可是真的你要发现晚了呢 你的家庭和国家 要担负几十万上百万 我们原来做过一个统计 一个肿瘤的病人 中晚期的病人 他的平均消费 是三十多万 就从他开始治疗 检查 到最终这个病人 病故 平均是三十多万 当然有些有钱的人 那花的那就是真实 几十万上百万 但是主动走进医院 做癌症筛查的人 还是少数 更多的人 依赖于单位组织的体检 而常规体检 对于癌症筛查 没有任何指导意义 有患者在网上发帖 称他刚刚体检 身体很健康 没过多久 就被检查出患有恶性肿瘤 而且是晚期 郝春医兄讲 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你比如说日本 他们发现的早期胃癌 他们是个胃癌的大国 他们发现的早期胃癌 百分之八十 在我们国家 也是胃癌大国 发现的晚期胃癌 百分之八十 为什么 就是体检 他们的每个人 到了一定的岁数以后 都要做自胃镜 那即时发现 即时知道 在很多 比如在欧洲 美国 一些医疗体系 比较健全的地方 其实一个B超 他就能解决问题 他那大多数医生 他够了一个水平 他也非常尽心尽力地 去给你查 但在我们国家 确实会存在的 这么一些医生 这么一些医疗机构 他其实因为服务的人太多 所以难免因为 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造成检查上的不到位 所以这些有问题 发现不了 为了达到最好的检查效果 郝春医生建议 肿瘤高发人群 应该到专科医院 找有经验 有资质的医生 去做体检 确保体检效果 癌症是可以预防的 尤其是位居 常见高发肿瘤 第一位的肺癌 肺癌高发因素 主要是人类资深行为造成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肺癌是一种人造肿瘤 是一种生活方式疾病 因而 只要我们行动起来 改变不良的生活方式与习惯 远离烟草和危险治癌因素 就可以有效地避免肺癌的侵扰 预防癌症 才能远离癌症 接着为您播出 华智酒行 心相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